那因為最近呢真是鳳凰花開的季節嘛 大家對於大學的排名 像小倩呢一定會覺得說 臺灣大學是不是呢 在全世界排名一定是名列前茅 真的啊如果有幾進的話 一定就是他是排在第一吧 沒錯沒錯 大家一定都會這樣認為的吧 但其實呢臺灣大學呢 在全世界影響力排名 確實是名列前茅 但是呢竟然不是臺灣第一哦 有沒有讓人覺得非常的意外呢 非常意外 沒錯那我就帶著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哦 英國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 昨天呢就發布了2024年世界影響力的排名 那臺灣呢有四所大學都擠進了這個排名裡面 那我們就要來公布答案囉 大家應該也看到了吧 就是呢 臺灣排名第一名的影響力大學呢 就是成功大學 他是在排名第25名 與美國的密西根州立大學並列25 是所有臺灣大學裡面的排名最高的 那再來呢 其他來自臺灣的大學呢 還要位居第50名的陽明交通大學 那大家呢 所熟悉的臺灣第一學府喔 臺灣大學 則是呢排在第55名 他是呢跟英國威爾斯卡蒂夫大學並列 那最後呢還有排名第100名的東海大學 那因為今年的排行榜收呢 有四所臺灣的大學成功晉升世界百強之列喔 所以呢其實很多臺灣人應該也感到相當驕傲喔 很開心耶 竟然有幾進百大耶 沒錯沒錯都是一個好消息呢 好接下來呢讓我們一起來轉換焦點看到臺灣的政治消息喔 行政院呢針對立法院通過的國會職權修法提出了覆議案 那今天上午呢立法院長韓國瑜他就召集了朝野黨團協商覆議案的表決日期 不過呢三黨團就針對說誰先發言這件事情就產生了口角 那一開始呢就是立委莊瑞熊他因為不滿韓國瑜已經才是他發言了結果又跳過他 直接拍桌對韓國瑜說你耍什麼權威啊我挑戰你也只是剛好而已 那此舉呢也讓韓國瑜不滿的回答我哪有耍什麼權威你拍什麼桌子雙方火藥味十足 請你等一下我有錯誤嗎 不是嘛 我回到你身上你吼什麼吼 我這個叫吼你這個才叫吼啦 那你現在 你這個才叫吼啦 我也可以挑戰你啊 你是立委我是立委啊 你只能選出來 你叫做院長而已啊 那你繼續喊 什麼叫做我正去喊 你這什麼態度啊 我是院長 我朝野協商 那你繼續喊 你也可以繼續喊 我挑戰你剛好而已啦 喊再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 你為什麼支持我講話 誰支持你講話啦 你剛剛才是輪到我 為什麼你又跳過去 開什麼桌子你 嘿 我已經說過等一下會回到你們這 什麼叫做你已經說了 是你指揮的 你到底不要才使我讓我講 沒有啦 你說你沒講過 你不要才使我講 我終於講過兩次了啦 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血涯會高了 因為你太不講道理了 什麼叫我不講道理 等一下會回到民進黨黨團身上 你就可以發言啊 院長 你還是有固定的郵續規則 發什麼權威啊 你如果不要 只剛剛才是說輪到我 我不會有意見 不要戴帽子 我耍什麼權威的 專業兄 天地良心 什麼天地良心啊 我盡可能公平 你還在雞蛋裡挑鋼筋 不是挑骨頭啊 什麼叫我挑鋼筋 你如果不才是是我的話 而在發言的過程當中 民眾黨總召黃國昌就表示 他希望協商的時候 就針對實質的議題協商 不需要對別人進行謾罵 而講完一輪後根本沒有重點 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就忽然問說 你現在有沒有針對主席在回答呢 黃國昌則連續回嗆四次 現在是你可以插嘴的嗎 氣氛是相當的火爆 四個黨團的總召 躲在議場背後的小黃國昌 你現在有沒有針對主席在回答 現在是可以插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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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只想請院長才是 以後大家按麥克風是 別人在講話 其他人都可以按麥克風講話嗎 就把規矩講好嘛 不要永遠好像就有人可以按著麥克風 在那邊插人家的嘴 在那邊罵人 問題插嘴怎麼不止他 你講說真的沒有違憲 這個國會自主 你是大法官嗎 你是大法官嗎 你可以決定有沒有違憲嗎 這剛才黃國昌打臉你了 人家都打臉你了 那兩個人起來 然後被違憲沒有用 要講道理 就在那邊違憲違憲 你是大法官嗎 那麼今天上午針對國會改革的附議 藍綠白雙方 就已經爆發了多次的口角衝突 那很多人可能很好奇 這件事情最終的結果到底是如何 那最後在立法院長 韓國瑜的才識之下 他宣布了 6月19日即20號 會召開全院的委員會 那麼在審查的時候 會邀請行政院長卓榮泰 列席說明 並且呢將在6月21號 記名投票表決 那請大家呢 到時候跟著我們一起 持續關注囉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民生的議題 國內的蛋價持續下探 買氣卻是沒有回升 而消費者就大罵了 加蛋還要加20元 嚴重衝擊雞蛋的產業 而農業部長陳俊季今天受訪時 也點名了早餐店的雞蛋售價 應該要降低 陳俊季會前接受媒體聯訪指出 國內每日雞蛋需求量 兩千四百三十萬顆左右 目前每日生產過剩三十二萬顆左右 進一步觀察消費量 從去年蛋價升高後需求量降低 但現在蛋價降價了 需求量並未明顯回升 主要原因就是產地端降價 而消費者端沒有同步降價 導致民眾不滿 呼籲早餐店雞蛋售價要降低 而針對近期雞蛋產銷的問題 昨天已經召開專案會議來討論 今天就會啟動生產調節的工作 包括協助蛋農加速老母雞的淘汰 而希望逐步恢復供需的平衡 也讓雞蛋的產業能持續成長 好 那麼現在民生問題 就是國內的淡價已經創下了近三年的新低 不過消費者對於淡價這件事情 好像都還滿無感的對不對 沒有感知啊 但還是一樣的價錢嗎 對 就是跟之前上漲的時候 價格幾乎是沒有降下來的 那像是四大超商其實都有販售茶葉蛋 但目前其實只有7-11持續維持10塊錢 其餘三家都是13塊 那對此就有超商業者坦言 目前的茶葉蛋並沒有調價的計畫 不過會持續推出相關優惠 滿足消費者需求 CV-11表示 茶葉蛋長期維持每顆10塊錢 盒裝的淡品也沒有調整 以穩定價格滿足消費者需求 而全家呢 則是回應目前並沒有調價的計畫 不過為了回應消費者需求 將依不同的行銷檔期 推出相關優惠活動 而OK超商表示 OK的阿薩姆紅茶 茶葉蛋目前單科呢 是以13元販售 依照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呢 會維持價格平衡 後續將持續觀察市場變化 進行調整 好 接下來看到社會的焦點 也就是高雄市一間旅館11號 經傳了命案 一男兩女城市在屋內 而男子的身份 竟然是在網路 少有名氣的方姓廚師 現場遺留了遺書 目前正在釐清死因 而方姓廚師的友人 也陸續到他的臉書 PO文哀悼 還悲憤稱 誰准你提前登出了 方姓男子擔任某精品餐廳的主廚 曾出過美食術上節目交做菜 在網路上 有將近萬名粉絲追蹤 而也經常在臉書上分享烹飪的技巧 然而他在11號 IG卻發布了一篇負面情緒的文章 令好友們著急不已 而死訊傳出後 有人們悲痛的到臉書哀悼 累稱你不難過了 當一個開心的天使吧 而另一名好友則是悲憤寫下 你真卑鄙 誰准你提前外掛登出了 記住了 以後你一樣要還回你許給我的承諾 而網紅廚師的家屬也提出了疑點 廚師應該與這兩名女子並不熟悉 為何三人會相約到高雄的旅館 而檢察官在昨天相驗後 認為仍有許多疑點要釐清 將哲喜婦業解剖釐清詳細的原因